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小朋友还想到哪首诗了呢 对了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这首诗里我们认识了一个有情有义的李白 还有吗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这又是一个潇洒豪迈的李白 他有官不作 整天游山玩水 写下了许多壮丽的诗篇 在我们学过的这么多李白的诗里 每一首诗都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李白 今天呢 我们再来读一首李白的诗 来看看今天它是怎样的李白 那小朋友 你知道静庭山在哪里吗 静庭山啊 在现在的安徽省宣州市 在李白之后 白居易 杜牧 苏东坡等等等等 这些大诗人也都先后去过 并且在那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 所以啊 静庭山后来被称为江南诗山 但是小朋友注意到了吗 在静庭山前面 李白还加了一个独座 李白是独自坐在静庭山上 小朋友想想 现在李白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是一个人非常悠闲地坐在山上看风景 还是一个人有些孤单呢 我们通过理解诗的意思来解决这个小疑问 在诗的前两句 众鸟高飞近 孤云独去弦 意思是说天上的几只鸟儿高飞远去 直到看不见影子 天空中呢 还有几片孤独的云彩在飘来飘去 却好像也不愿意停留 慢慢地越飘越远 小朋友 现在满山都看不到一只鸟 听不到一声鸟叫 连天空中的白云都飘走了 这该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 没有一点声音 只能看见李白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静庭山上 多多好像在看没有声音的电影一样啊 这个时候 小朋友 你知道李白现在的心情了吗 嗯 我猜呀 一定是有些孤独和寂寞呢 那咱们再往下看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孤独的李白说 你看我 我看你 彼此之间谁也不厌烦谁的 只有静庭山了 李白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静庭山上 他的眼中还有鸟儿吗 还有云朵吗 都没有了 现在他能相看两不厌的 只有静庭山了 小朋友想一想啊 李白最爱旅游了 他一生去过很多地方 看过许多名山大川 就连这座静庭山呢 他也来过无数次了 为什么现在要一个人坐着 还看不厌烦呢 原来对于李白来说 他早已经把游览过无数次的静庭山 当成自己的朋友了 他心中的孤独和寂寞 只能和静庭山分享 众鸟高飞进 孤云独去闲 鸟儿飞走了 云儿也不见了 只有静庭山陪着李白 其实呢 写这首诗的时候 是在公元753年 那个时候 距离李白被皇帝赶出京城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了 在这十年期间 李白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 尝尽了人间的苦难 于是某一天 当他独自一个人 登上静庭山的时候 心里头一下子就涌起了 孤独和寂寞 现在让我们一边体会 李白的这种心情 一边再朗读一遍这首诗 独坐静庭山 李白 独坐静庭山 李白 众鸟高飞进 众鸟高飞进 孤云独去闲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只有静庭山 小朋友 今天我们知道了 被誉为江南诗山的静庭山 那你快去考一考爸爸妈妈 问问他们江南诗山是哪座山吧 今天呢 我们通过这首诗 还学会了一个常用的汉字 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最早的写法 是不是很有趣啊 那么你知道独是什么意思吗 独啊 有很多的意思 比如代表着一个 代表着独字等等 在今天的这首诗里 独是一个人的意思 常用的词组有 孤独 再用它造一个句子吧 家人不在身边 老奶奶感到很 孤独 好了小朋友 今天的熊猫天天学诗词 就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